Always put the wife first Alright各位同學 歡迎回到華學維荷蘭 每個禮拜五暗期七段 文哲會底下開槓 耶 耶 我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讓二位學一下這個台語 對不對 那如果用廣東話要怎麼講 每個星期五晚上七點 每個星期五晚上七點 我們在這裡準時開講 我們在這裡準時開講 好這一集 是我們香港華學界的兩位大男 Hamlet還有凱凱凱凱凱 歡迎你們來到台灣 這次很特別是因為 我們其實跟凱凱已經講了蠻久的 想要在台灣開課 然後是從香港帶學員來 所以你們這次就趁著這次的weekend來 然後他那時候也跟我說 Hamlet會一起來的時候 我超開心 竟然一次網羅了兩位逮樓 沒有沒關係 首先呢就是謝謝你們來到我們這個podcast 那我要解釋一下我們這個podcast 其實就是讓大家 因為我們的viewers 其實全世界的華人都有 我必須也說 我的channel 有大概20%的view是來自香港 我也很surprise 因為我 你也知道我的廣東話 就還那幾句而已 沒有沒有沒有 就那幾句而已 可是既然有這麼多的香港人來看 我也很開心 然後這次又有這麼多人來滑雪 但台灣的viewers不一定認識你們 他們可能聽過沒有看過本人 所以我首先要先請你們介紹一下 你們是誰 你們在做什麼 好不好 我們從Hamlet開始 好的好的 首先謝謝謝謝邀請我過來 就是我也是很高興 大家有讓我跟著這個團一起來 我介紹一下我叫Hamlet Hamlet魚 然後有可能大家認識我的話 可能是因為我的一個社團 Facebook的一個社團 名字就叫做 Swallow Hamlet and Friends滑雪統號會 可能在裡面會知道 那我其實就是當初開了這個社團 然後我本身是沒有特別做一些什麼滑雪的一些生意 或者一些店或者旅遊等等也沒有 我只是就是想大家聚在一起 他這個社團 然後當後來就人越來越多 人越來越多的時候可能 有可能認識我的人多一些 其實裡面也好多台灣的學友 對可能也大概20% 所以真的差不多 可能也大概20%是台灣的學友 當然這個也是因為有一些 因為就是有一些交流 所以其實我 跟滑雪最相關的就是 因為我有去做這個社團 然後就跟大家有一些交流 好 那等一下我們再回來了社團方面 那凱凱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凱凱 來自香港的 我國語沒有Hannon 這麼好 他真的比我好 已經不好 希望你們聽得懂 我 是TWSP 香港的一個滑雪的品牌 的一個負責人 其實也是一個人的一個人的工作 都原來這個品牌都已經有10年了 剛剛開啟 恭喜 10年了 真的 所以 我現在主要這個品牌 都是我自己切製我的衣服的 滑雪衣服的 還有一些滑雪的產品 也很高興可以跟Perry 做一些操作法的衣服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做切製這次工作的 然後我發現我喜歡滑雪 就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對 所以衣服做的不多 但是我很喜歡做不多一個小眾的品牌 我覺得這樣更有趣 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認識改改很多年了 然後他非常的親力親為 就是連選布料 然後哪一種拉鍊 哪一個鈕扣 全部都自己來 每一次都是 你就選這個布料喜歡 這個布料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我覺得 我講實話 我覺得滑雪生意裡面 Outer wear 服裝是非常難做的 對 但是很困難 對 因為每一個尺寸啊 顏色啊什麼的 MOQ 然後布料啊 這些的沒有算好 又很難拼在一起 尤其小品牌 真的蠻困難的 所以我 真的是so much respect 說真的 我就是覺得 很好玩 就是因為第一個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以為台灣的嘛 叫TWSB 所有人都以為是台灣 對不對 後來我才發現 沒有香港的喔 我才跟你聯絡上 對啊 所以也真的是 你有做十年 我們認識應該也將近十年 這樣的話 我們也是超過十年 超過十年了嗎 超過十年了 在你做之前就認識了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認識你之前 我還沒做這個滑雪品牌 滑雪品牌 對 所以真的是有很多的歷史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再聊一些我們歷史 好 下一個我想要談的是 就是兩位雖然是不同的領域去切入滑雪 但是都是很愛滑雪的人 是什麼樣的故事 什麼樣的 situation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 experience 讓你這麼投入 當然兩個方式不太一樣 其實凱凱現在基本上全職都跟滑雪相關 不管是店 不管是品牌 但Hamlet其實是還有一個 Full Time 非常Full Time的job 應該是有兩個Full Time job 一個是Full Time Dad 對 一個是他的Full Time job 對 那你是怎麼樣的契機之下切入滑雪 對 坦白講真的是三個Full Time job 就是 現在可能有一點變化也不一樣 就是 當時最忙的時候真的是一天24小時 八個小時工作 八個小時 家庭的事情 八個小時做滑雪的事情 哇賽 所以睡都不用睡了 對 那個時候真的很誇張 尤其是兒子剛剛出生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 當時我一開始滑雪 其實我大概是 我也是十六年前的事情 嗯 對 我是 當時幾個開始就是一個 很偶然的一個情況下 2008年的聖誕節 當時我是 本來是因為跟一個好朋友 所以大家想說 去哪裡旅遊 去哪裡旅行 當時還是單身的時候 就是明白了 單身的時候 可以跟朋友講講 去哪裡旅遊啊什麼的 然後就想 沒有試過滑雪 要不試一下滑雪 我們訂了二月份 要去跟那個團去滑雪 然後我剛好在之前那個聖誕節 就是 我剛好有空 當年其實 以為大家記得 2008年就是金融風暴 然後公司就說 你放假吧 你多放在家吧 你聖誕節 你就放假吧 全放了這樣子 然後想那反正我也要放假 搞不定我先去 學一下滑雪 然後二月份 跟朋友去的時候 我就不會說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手機 一些網上的一些資訊 那當時其實 當年啊 那個年代還沒有很流行 那個年代還沒有Facebook 沒有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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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沒有Facebook 沒有Groop 沒有這些 然後當時是Forum Forum HKSSA 對 對 那個時候兩個 香港有兩個forum 一個就是HKSSA 另外一個就是 呃 Hong Kong Snowboard 對 就是這兩個 一個很明顯 一個就是Ski 當然不是說一定要這麼分 但是當時就是一個集中比較講 Focus在Ski 一個Focus在Snowboard 然後在上面我就上手啊 看啊 看大家寫的文章啊 然後我都決定 嗯我一定要划Snowboard 哈哈哈 Let's go Let's go 哈哈哈 沒有沒有我也是 Ski friendly啦 哈哈哈 只不過我一直沒有 沒有機會去去學 然後我就 聖誕節就去了北京 南山 南山哦 第一次就南山 對 因為當時 當然這個有一些 客觀的因素啦 比如說那個時候 呃 呃 比較便宜一點 性價比比較高 反正我也不知道去 嗯嗯嗯 是是是第一次嘛 對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學南山很多香港 香港的前輩 對 對 舉辦比賽 去那邊滑雪 甚至是有一個比賽是 專門是給香港的學友來參加的 當然我是肯定不會比賽 我就是說 哎知道有這個地方 然後覺得哎還蠻不錯 所以你是2008年底 對 聖誕節的時候去 對 I wonder 你可能在那邊 對啊 I wonder 我們是不是在那邊 Michael 等一下叫Michael問 對問他 我記得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還記得我準備 明天要上學場 然後看見 在forum裡面大家說 哎哪一個 學友 受傷了 哈哈哈哈 是 反正那時候就是 什麼也不懂嘛 然後就去那邊 請那個教練 然後去學 然後就一試 馬上就愛上了 就覺得 我一定要 就是 要玩這個 這個運動 玩這個活動 那一年的聖誕節 一回來馬上就開始 去世界之床 然後就開始 認識一些世界之床 的朋友啊 我跟大家也是 在世界之床 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 可以特別聊一下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 其實 我覺得香港的 snowboarders freestyle 發展的其實是 比台灣早 對 其實比台灣早 就是因為世界之床 嗯 對我覺得 很多香港的前輩 就是什麼阿門啊 Perry啊 然後還有 好幾個人 我都忘記全部人的名字 但是那個 因為我 我是 06 07年 在中國工作的時候 認識大家的嘛 我跟Michael是 那時候認識 超久 然後 後來我們在 那個時候我在中國 實習的公司 在世界之床 辦比賽 來參加的幾乎 都是香港人 對 那時候沒有台灣人 在滑 freestyle snowboarding 也沒有 幾乎沒有中國人 整個世界之床 都是香港人 對 真的是 很 我覺得是一個 In a sense 雖然以前人沒那麼多 但大家的瘋狂程度 真的不 不屬於現在 對 那後來 後來 後來的話 其實就一直下來 就一直這樣滑 但一開始的話 坦白講 也不是說很瘋狂 就是 可能就是 平常 偶然去一下世界之床 然後 每年冬天 去一個兩個trip 這樣子 一直到後來 就是 一直不能自拔 就是一直想多學一些 然後也 就想 在這個 滑雪的這個 技巧上面 想再 更進步 然後當時就 也有去 去考了一些教練 但是當時 確實沒有想 教學 到現在 其實也沒有教學 只是為了 教學小孩 對對對 然後 我在15年的時候 也去考了 卡西 對 然後 考了卡西1 然後18年 考了卡西2 只是我個人的一些 skill上面的事情 但是跟整個 滑雪方面 我做的一些 就是 社團上面的 其實關係不大 社團方面 其實 12年的時候 大概是 然後當時就是 有Facebook Group 這個功能 然後我就講說 幾個朋友 我還記得有六個朋友 六個朋友 大家就是 說 只是開一個Facebook Group 然後大家就是分享一些 分享一些 圖片啊 影片啊 聊一下 這個中間要去哪裡啊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有跟一些朋友也 一起去滑雪 然後就 加進來了 然後就是一些朋友的朋友 加進來了 然後一些不認識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不認識的人也要加進來 那我想 也OK啦 反正 大家都是 想滑雪嘛 想分享滑雪的事情 那就加囉 那越加越多 那後來就是 幾百個 幾千個 現在一萬 一萬七千這樣子 啊 很多嗎 當然也不是很多 但是 確實是 可以形成了一個 community 一些 最 最重點的是 不需要我來 在裡面只是我來分享一些東西 所以大家 互相在分享 互相在回答一些問題 互相在交流 但也會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比如說交流也有 good or bad 但是 至少怎麼樣是一個群體 一個community 是 然後就 因為這個有一個 一個 就是所謂的一個 一個mass population 就是有一定的元素 然後也會跟一些 開始跟一些滑雪場啊 或者說跟一些 呃 旅遊局啊 他們就可以 合作 可能幫他們去 辦一些活動 或者說 去宣傳一些 不同的滑雪場 不同的活動 但 當時跟Perry 應該說 知道你 就很久 但是真的一起 呃 就是一起合作 就是 17嗎 18年 我們開始談 嗯 然後18年 就做 做人那個 對 對 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很typical的一個 一個 一個方法就是會 因為這個社團 然後連接到一些其他的 partner 或者是一些朋友 然後再一起做一些事情 坦白講 當時確實也沒有說要做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一個什麼生意 也不是一個什麼 對 因為基本上 尤其我們 我們做的那一屆 其實 目前 at least what I know 應該還是在日本華人界 有史以來最大的 event camp 那一年我們來140個人 對 140 150 對 然後剛好一半香港一半台灣 真的一半一半 哇那不得了 其實我現在回想 還是覺得 it's incredible 就是這麼多人 全部人為了這個event 來 然後我們就是讓 找了這麼多人玩啊 然後party啊什麼的 而且必須得說 其實那時候我們的經驗 也都沒有很足 但是就是 大家 凱凱幫忙設計啊 他們來幫忙帶人啊 然後 然後小雨啊 對現在小雨沒有來 小雨 小雨幫忙客服啊 拉人啊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野學俗的團隊 幫忙安排這個課程 那個課程 我找pro啊 就是其實真的是 每一個人一點一滴的這個力量 對 但這個就是社群的 因為 In a sense這也是三個社群的結合嘛 對不對 我覺得 呃 跟Perry 然後我們 總號會 然後就是Snowcorn 對 然後就是一起來辦這個活動 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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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感覺就是要做一些事情 然後 可以這麼多人一起感到很開心 很開心 其實就是這樣 對 好我們有機會 一定要再repeat一下 要破掉這個人數好不好 150好不好 我們150 我們有機會把它破掉 好 我們等一下會再繼續回來 就是 這是最近的一些development 對 但我覺得剛剛光是這個 就已經想到我們 在講的以前的Satron啊 這些的年代 對 那因為凱凱真的也是那個年代 就 你不是最早的那一批 不是最早 對 但你也算是 就是相對早 對 那為什麼會最後 你是all in 你後來是all in 你後來是all in 把你的人生全部投在滑雪裡面 現在是all in 的 就是在你們身上 學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發現我可以做更多東西 所以我現在都是all in 工作的 呃 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在 呃 09 10年的 開始滑雪的 當時我是在 香港的廣告公司裡面工作 超忙 超期忙 真的 然後有一次 朋友跟我說 同事跟我說 我們一起去滑雪 嗯 太忙了 我說我去 因為真的 你 你要離開這個地方 是 是 是 然後 去了一起滑雪 這是我完全不懂的 呃 出發之前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滑雪 完全不知道 沒有看過 不知道Ski Snowboard 都不知道 我連坐掉車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坐纜車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真的 然後去我才發現 這個活動應該是怎麼做的 就是這樣 然後我第一次滑雪的時候 我發現 呃 原來是很痛苦的一個活動 哈哈 體能要求很高 真的 第一天滑環之後回飯店 然後第一天早上起來 我發現我全身都不能動 不能動 我只有眼皮的肌肉能動 哈哈哈哈 我不能沙床 我真的是 超痛苦的一個運動 很容易受傷 嗯 呃 所以我發現這個 一定要學 這個這個運動一定要學 嗯 所以之後我做這個品牌 我做教練 的時候 我很注重 就是這個 身手的一個安全啊 身手要注意什麼啊 嗯 所以我這一兩年 我都很 做很多推廣的活動 都是叫身手 你們要注意什麼安全啊 你都要明白這個活動應該是 你們要玩這個活動 因為好容易受傷 嗯 所以啊 我發現我有一種 性敏感 嗯 對 希望可以 推廣這個運動 嗯 就是讓所有人都喜歡這個運動 所以我 這幾年 雖然有一個品牌 但是 我覺得就是有一個品牌 更加容易去推動這個活動的推廣 是 所以就是這樣 嗯 要建一個品牌出來 嗯 就是這樣 我很好奇 為什麼是TWSB TW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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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TW 是什麼意思 就是 Temporary 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從來沒有 沒有見過工作 正職工作 正職工作 都是沒有做過 然後就是一些臨時工的工作 嗯 就是跟這個廣告公司 切製有關的工作 嗯 然後 TWSB就是Snowboard 所以我 很簡單就是 TWSB 這個品牌的 名字的由來 我當時也沒有想過台灣 對 當時也沒有想過台灣 對 是你跟我說 真的嗎 我跟你說的時候你才想到 對對對 我才想到 所以說你看不管香港的同學 台灣的同學都要支持 我跟你說 他的簡寫就真的叫TWSB 我那時候想說 哇一個香港的品牌叫台灣Snowboard 這麼好 關係這麼好 我一定要 一定要支持 對 Temporary Worker Snowboard 我覺得 名字取得非常酷 因為其實 很多滑雪產業的人 如果你真的投入 很難把它變成一個完全正職 很多年我們都是 甚至我當年是選手的時候 我去訓練 訓練完 預算用完了 我還是得回去Chile工作 做貿易公司什麼的 翻譯 然後再回來 就是不管滑雪 就滑雪是我的一個 Temporary Worker 然後回到我的原本的工作 也是Temporary 就像你說的 我過了很多年的 Temporary Worker的人生 對 所以我聽到這個名字的Origin 我也很有親切感 對 剛開始的時候我沒有 沒有打算要賺什麼錢 因為前輩跟我說 真的是前輩跟我說 Michael跟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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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做這個滑雪 你不要想賺什麼錢 是很困難賺錢的 然後你喜歡做就去做吧 可是 可是這樣 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不要做滑雪的生意 以前是這樣的 我一直都把這個工作 當做我的興趣 就是這樣 OK 但現在呢 因為現在其實也不只是Temporary Worker 你還有在管理一個店 對 一個retail的business 然後呢其實更重要的是 你現在有一個場地 就是你常常做分享會 對 我覺得非常棒 有這樣的一個physical location 其實 像當年我辦的那個party 對 你有一個physical event physical location 其實很容易 因為你知道滑雪 是個運動 雖然我們聚在一起 不一定一起滑 但至少有看到 有這些physical的接觸 我覺得真的 感覺好很多 但以前因為香港講實話 寸土寸金 對不起 台北寸土寸金 香港寸土寸黃 寸鑽石了 這是超貴 那一次我記得那一次的event也是 對啊 那一次的event也是很大 但是真的不曉得 我都不知道廠租花了多少錢 每一個人都還要付很多的 我記得是要入場費的嗎 就是你來 就是我們那個party 那一次就是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個 我不知道我是到底 我腦袋在想什麼 反正當時就覺得說 既然說香港我們有這麼多 喜歡滑雪的人 為什麼我們不聚在一起 其實當初最開始的時候 也確實是一個偶然 就是 這個我覺得我也要跟 謝謝小雨 我看見他在台灣其實也開始搞一些活動 分享回來活動什麼的 然後就說那我應該也搞 香港也可以搞啊 然後當時就第一次就是搞一個 小型的一個分享 我也請了一個教練 香港資深的教練 Eric 然後就是講一下 血板打蠟的一些技巧 坦白講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打蠟 反正就是覺得這個事情好像可以分享一下 然後我們就住了一個小小的一個 咖啡這樣 這個咖啡可能就能做 最多能做二十來個人 都沒有 然後來了五十個人 哇 然後大家做不了就站在那邊 然後咬到那個 然後當時我覺得很意外的事情 就是一開始我在想 首先我怕有沒有人來 可能沒有人來 就怕第一次搞Physical的Event 是吧 這些人互相不認識 只是可能在網上面 社群裡面 Facebook上面有咬過天 但是不知道互相不認識 然後我不擔心 到底有沒有人來 然後來了之後 會不會大家覺得很 很叫什麼 就是不認識嘛 到底會覺得很尷尬 尷尬 不會講話 結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就是 來的五十個人 本來二十個人的場地 來的五十個人 然後 大家 所謂意見與故 意見與故 那種就是 大家好像認識了好久的老朋友 聊到不想走 人家餐廳又關門了 但是我們好像積水在聊 然後那一次之後我覺得 我們應該多一些這樣的機會 然後那一次就是 在想不如把全香港 所有喜歡滑雪的人 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topic 沒有什麼特別的要分享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大家一起來一個 happy hour 然後我就去找地方 然後跟一個酒吧談 那時候還有一個小故事 那個後來談到原來那個酒吧的其中一個 一個股東 原來是滑雪的 對 剛好我完全不知道 只是談了之後 他問我們搞什麼活動 我說要搞一個滑雪的 然後他有一個股東說 其實我也是滑雪的 這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這個滑雪 連接了很多不同的 然後 那時候就 招拉 然後最後來了兩百個人 當時就是 也跟小雨來啦 野瓜來啦 然後 像Michael也有北京來的朋友也來啦 澳門有朋友也來啦 對 然後大家就是 兩百個人的一個聚會 當時場地確實也不便宜 怎麼樣 我還是想辦法 就是大家用最 minimum 最少的一個價格 可以每個人出一點點錢 可以把這個場地抱下來 在一個happy hour的時間 然後大家可以聊天 然後我們就開始想想辦法 搞些抽獎 搞些什麼 然後大家 找些人出來分享 然後我們 就談關於 準備要做的活動 等等 我還記得當時 從一開始 剛才講的那個 50個人的活動 一開始就是 找剛剛幫我設計的一個 對 對 對 從那個開始後 後來就覺得這個 physical的一個 就是大家在一起 還是很重要 對 所以我剛剛特別提這個也是 因為我最近也有 去年有去 去改改那邊一次嘛 對 分享那個阿根廷的 考證照的系統 但我就覺得 哇有這樣的一個場地 因為以前說真的要 每一年可能 你最多就做一次 對不對 那就蠻可惜的 就變成大家 就只見一次面 可是自從 改改現在這個場地以後 你幾乎 尤其學技前 你幾乎每一個禮拜 都有活動 差不多每一個禮拜 都要有一場活動 對 所以雖然不是 沒有辦法一次兩百人 但是你這麼長期 坐下來其實 絕對超過 兩百人 對啊 然後很明顯的可以感到 感受到就是 已經 絕對不是只有以前那些 我們那個年代很Hotcore的 Snowboard Freestyle的 是 Everywhere 就是任何工作 任何年齡 任何性別阿 的人都在對滑雪 有這個興趣 這個就 帶進就是我們的 下一個 就是 你們覺得 對你們來說 香港的滑雪的現況 就是我指的現況就是 現在 因為過去幾年有很多的改變 第一個 Seichung不見了 對不對 很可惜 的確 但是 融創出現 對不對 然後呢 出國 除了扣掉COVID兩年 出國旅行的人數更多了 越來越多了 日幣降價這些的 這麼多的事情發生了以後 香港現在的滑雪產業 跟我講 我們差不多都十年前來講 有怎麼樣的差別 你覺得 怎麼樣的大差別 在 我覺得也是一個 時代的轉變 就是 呃 有一點點感覺就是以前的話 呃 當然 滑雪我們還在滑雪場 不是街頭 就是有一點點滑板 還比較好 但是確實我覺得有一點點像 那個 那個發展就是 以前的話大家都是 呃 尤其是Snowboard Ski的話當然 歷史長很多很多 但是如果針對Snowboard的話 其實就是大家 呃 所謂的 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去滑雪 當時也沒有很多什麼什麼 教練啊 什麼體系 當然 外國有 但是香港大家也不懂 反正就是 呃 一起滑嗎 然後我懂一點點 我跟你講 然後你好像有一點 新的 呃 什麼什麼招啊 或者是做什麼動作啊 也跟我講 那就一起滑咯 那現在的話 會變得就是 更大眾化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很很很 就是明顯的一個變化 呃 越來越多人滑雪 呃 滑雪的話也是比較一個 更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比現在也是一個很 Official 的運動 是吧 比賽項目啊 運動啊 也會越來越多的一些 也說過呃 真實訓練的教練 嗯嗯嗯 嗯嗯 用比較好的方法去 呃 教大家滑雪 嗯嗯 然後也會有一些比較多的一些 有規模的 正規的一些 旅行室也好 商店也好 呃 滑雪的訓練中心 產品等等 就是 開始就比較規範一點 也比較多 就是感覺就是更大眾化 這個我覺得這個 其中一個改變 嗯嗯 大概你覺得 剛才有說過就是 前輩跟我說滑雪 這個 賺不了錢的 但是現在改變了 嗯嗯 人數多嘛 是 呃 大家大家也滑的挺好 嗯 呃 教練也挺多 嗯 所以呃 機會多了 上衣的機會多了 嗯嗯 然後滑雪的人太多 嗯 嗯 然後呃 大家都說有教練 嗯 所以有更多的技師 嗯 呃 推廣這個運動 所以我把這次活動真的 我覺得可以幫更多的人 精確的認識這個運動 嗯嗯 有時候我們在網上面看到好多 都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樣做的一些 動作 嗯 就是 看太多的時候你應該怎麼辦 你現在可以找很多的教練幫助 去去了解這個運動 嗯嗯 是這樣 然後呃 滑雪的人數多 呃 大家都有一種呃 很多的競爭 當中 教練與教練之間 是 是 但是我認識的都都挺好的 就是 他們都很愛滑雪 嗯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 就是剛剛 剛剛他們也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以前的滑雪真的感覺更 street 對 就是我講的 street 不是說我們只玩 rail 什麼的 就是它更有那種 街頭幾個 屁男孩 那我們以前也更年輕嘛 對不對 就是幾個小屁男 然後在那邊 喂喂喂 我可以撥雪 換你撥雪 對 那這樣 但現在就是 yeah it grew 就像我們一樣 年紀會增長 我們會 成長 然後也是 就是 像 開開你覺得 你把它當成一個你的事業 所以事業是一定要有一個 profit在 它才能make sense 對不對 就算那個 profit小 它還是需要make sense 那就算他們沒有 你有把這件事情當成你的吃飯的工具 但一樣 它需要有一點的營運 它需要有一些 operation 真的一些 operation 來 maintain 這樣子也讓大家更 interest 但也都必須得說 不管哪一個方式 it can only work because there are more people involved 對 以前我們真的是一個 niche 中的 niche 但現在變成說 我講實話在台灣也是啊 因為其實滑雪一直以來 而且台灣的平均收入又 當然因為香港很貴 真的很貴 大家收入比較高 但是在台灣 就是你可能 比一般大學畢業年輕人 以前去滑一次雪 你可能存半年一年都不一定 對不對 你可能一整個月兩個月的薪水 要全部存下來 你才有可能去嘗試到 但現在各種不同的方式 包括working holiday的人 越來越多 然後去日本越來越便宜 甚至還有出現一些韓國團 還有一些中國團 我有聽過一些中國團 就是兩萬台幣 五千港幣 全包喔 機票啊什麼的全包 就非常非常便宜的這種出來 所以他能接觸到的人 真的是越來越廣 然後跟我當年也很像 你知道我當年為什麼成為滑雪教練 因為我付不起pass 我想要拿free的seasonpass 然後在學場工作的人 吃學場的餐半價 然後教練還有一個 就是share的dorm 可以用 來上課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我那時候是為了省錢 想辦法去考教練 對 那現在其實很多人也是這樣啊 為什麼考教練 我要去學場工作啊 我想要繼續滑雪啊 但是在以前中文的課程沒有那麼 中文的客人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It can't happen 我在Niseko工作的時候 2007年 整個Niseko只有三個中文教練 三個中文教練 因為為什麼沒有人嗎 沒有 根本沒有 我每次在路上聽到有人講中文 廣東話也好 我那時候的廣東話也比較好 我那時候交了一個超級大的group 他們對我超好 我到現在 跟其有一些group的人都還有聯絡 從2007到現在 對 那時候真的太少太少 香港人台灣人 最多最多會遇到新加坡人 那時候蠻多新加坡人 已經在Niseko滑雪了 對 Anyway就是 其實有點 應該說很像 對 香港的這幾年的滑雪圈 據我所認識的發展 跟台灣的認識的發展 其實很類似 但是就像你說的 因為 競爭多了 對 聲音也會很多 對 對 但我覺得香港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你還要跟隔壁鄰居競爭 對不對 對 那尤其現在大部分香港人 都是去融創 很多人都在融創滑雪 現在融創的狀況到底是怎樣 因為我這兩年都 去年去了一兩天而已 這兩年沒有長期在那邊 我不知道到底香港人的比例 一站著廣州融創 多少 你覺得 我 應該有一半都是香港人 一半都是香港人 每一天 特別是星期六 星期天 假期 日本上超多香港人 真的 應該 但具體不知道 但是反正就是 確實好多香港人 想去這邊玩 嗯 我的感覺啦 就是一個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數據 根據來說感覺就是 但還是大部分的是一些很出學的 嗯 或者想 呃 娛樂一下 試一下 家庭 小朋友 帶著小朋友 也遇到不少的家長 就是 問說 我讓小朋友進去玩 我不進去 哦 那怎麼辦 哈哈 他在外面 當然啦 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就是有教練說 放心我幫你 在門口接他 幫他搞定所有的東西 還幫他安排中午飯吃飯 然後到幾點鐘 你再接他就好啦 哇 哦 肯定有肯定也會這樣 OKOK 但我來講的話 我都會 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講就是 我不知道對於 沒有對於說啦 但是我覺得 我一直鼓勵家長們 你如果你想 跟你的小朋友 你的孩子 有一個所謂的家庭的 一個bonding 或者說你是一個家庭的活動 因為你想想 你不可能你的活動就是 永遠在融窗 或者在室內化學生 你肯定是說 哎 你學會的滑雪 我們一起去日本 去哪裡 去滑雪一家人 是不是 然後 你的做法就是 到那邊 孩子上山 嗯 我 再講我是 不能去滑 我不懂得滑 或者我 孩子滑得很快 我跟不上 那有什麼意義 就是沒有那種 你本來經常一起滑 是 所以我一直鼓勵 呃 大人 如果你一開始就想 是讓小朋友去滑 去學 那行李也學啊 嗯 你也應該把你的 技術 是吧 你的skill 你的經驗也提升 那樣的話 你才可以一起滑 是吧 當然 小朋友肯定進步快點啦 什麼的 所以你要加倍 加倍努力 所以我也是這樣 跟 跟我 是吧 跟我家裡講說 我要滑多一些 哈哈哈 小朋友一下就起來了 真的 對 所以我也要 訓練 我 我練習 訓練多一些 我 我講到這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剛剛要提 忘記了 你知道嗎 身為一個男人 我們真的要多向 Hamlet 看齊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 group 叫做 Swallow Hamlet and Friends Always put the wife first Sw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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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lways put the wife first It's not called Hamlet Swallow and Friends Swallow Hamlet and Friends Swallow Hamlet and Friends 對對對 不過這 也接這個機會啊 就是真的也是 謝謝 Swallow 謝謝我太太 就是很包容 對 就是像這次來台灣 走開世界 對 如果你們 就是聽眾 如果是有家庭 有小孩子的 你肯定明白 就是 你要跟你的 太太講說 我去離開四天 時間跟朋友 去哪裡 其實 可能他覺得 你去滑雪還是去什麼 沒關係 反正你就離開四天嘛 哈哈哈 那個才重點 然後他也是 就是很支持說 誒 我跟他講 我要去Snow先生那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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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這個跳台啊 什麼 然後跟他去 去做這個 就是練習啊 那才也是OK 所以 也是很感恩 謝謝Swallow 真的 真的 所以回去要Payback 一定有一些Payback 對 對 記得 Omiyage什麼的 要買好 好 我覺得這個 就是 因為我們再回來講 就是香港花雪現況 然後中國的這個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有聽到一些Story 就是會覺得說 因為現在其實中國 它的花雪發展 真的是飛快 因為 當年我們在南山的時候 說真的 我們也是 很少人在玩Park的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南山比賽的時候 是什麼 南山第二屆 還是第三屆的比賽 對 根本沒幾個Snowboarder 也是大部分都Skier 然後我們在那邊 飛來飛去玩杆子 他們從來沒看過 我記得那時候 他們就是 有一些 花雪的 還有把那個衣服 紮進去褲子裡面啊 什麼的就是 就是各種Style 各種什麼都有 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中國 它要發展一個東西 它就是 超快 那現在像香港的 教練也好啊 香港的這些 Rider啊 就是跟中國的 他們的Rider啊 或者教練的關係 還好嗎 還是也是很肯屁 應該還好吧 因為 香港的教練 還有優勢就是 香港人喜歡找香港人的教練 嗯 溝通問題 ok 更容易明白 真的 因為要學一個運動 你要用自己的母 這樣 客人更容易明白 所以其實在榮創的教練 雖然他在廣州 對 但是他不一定會講廣東話 嗯 對 ok 就算他們懂講廣東話 但是都不太一樣 我知道 而且那個detail 可能也okok 所以香港的教練也挺多 在廣州 那現在呢 現在還有 像我們以前那樣子 那麼瘋的 在練park 練那個 平花 我怎麼不太看到香港有玩平花 有嗎 都有 但是沒有太多人 像我們 以前的玩park 他們喜歡的就是看太多 中國的影片就是 柯 柯華 柯華 柯柯柯 所以現在好多香港的聖手 一開始就想學柯柯 柯柯 所以 年代不一樣 真的 對 對 我也可以理解 我講實話 因為carving相對 相對 入門 門檻較低 而且安全 還有就是說真的 如果你想要做好雪柯柯 你必須知道 how to car 對 就是你如果要玩park 你想要玩hoppie 你想要玩這些東西 你其實是要 你必須要知道how to car 對 所以我覺得 還蠻好的 我覺得這樣講吧 我覺得也是一個 怎麼樣說 如果要比較的話 我覺得 要講到底是一個競爭 還是一個 合作 我覺得還是相對現在來講 是比較多是一個合作 就是 一個是我覺得 香港 怎麼來說 這個population 也沒得比 第二個就是 確實也是很多的香港教練 也是會去中國去學習 會去交流 但我覺得也是會跟台灣 吃日本什麼的交流 這個也很多 或者大家一起去學外國的體系 什麼的 這個也很多 但是我覺得 交流還是蠻多的 剛才提到蘋果 中國的一些更多 就是現在也很多很厲害的人 香港的話沒有一些明顯知道 如果我問誰玩蘋果很厲害 可能也講不出來 還是那句話 香港的population很小 對 不過香港考教練排練很多 我覺得 population versus percentage of instructor 或者是snowboard 來講 可能香港的percentage 比台灣還高 有可能 我覺得應該 以percentage來講 只是因為 general population 台灣還是人比較多 對 你剛剛說到台灣 香港教練 我們現在全部人都去中國內地 就是融創啊 對 我自己也想要去啊 我們現在教練有好幾個 兩個剛回來 兩個現在過去 就是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對我們來說都是好處 嗯 而且我說真的 我覺得 其中一個 為什麼 台灣跟香港這幾年 整個花卷產業也起來 其實跟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大的關係 對 對 因為現在的popular culture不一樣 我們以前就是大家都是look out to only You know Japan 如果在亞洲就是Japan Korea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有很多 包括在pop culture裡面 包括music 包括影視 包括這些東西 很多都看中國的 我覺得有一點還是蠻不錯的 就是有一點 就一開始沒有想到的事情 就是 現在在中國內地這些滑雪山好多啊 嗯 到處都滑雪山很大啊 嗯 然後又未來有時候有一個更大的 然後就這個世界最大什麼的 嗯 他們都有park 哦是 哦 對 以前可能我們會想 就是 搞一個滑雪場就是一個 一個水道嘛 嗯 但是現在都有park 我覺得這個真的 嗯 不說好 就是我們 避開所有這些問題 我覺得 有park 好 不是 我覺得你這個點非常好 因為你知道 有一些business idea的人 或operation idea的人 就知道 park超級不賺錢 對 又花錢 又high risk 對 你知道對任何滑雪場來說 所以為什麼現在全世界park越來越少 對 也越做越小 pipe幾乎快消失光了 對 因為它 所以 學場來講 它完全只是一個 它是一個marketing 它是一個publicity 的東西 但是它還願意去做 花這麼多錢 這麼多resort去做 其實不容易 對 所以 any resort 還有maintain一個好的park respect 對 對 那我剛剛回來講 就是我覺得 中國的這個popular culture 就是因為滑雪在中國 就是全力推嘛 其大大說 3億人口上冰雪 對不對 哇賽 隨便 就算3億人 裡面有10%都來 來snowboard 那是多少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還是 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的resource 一次很快 全世界都來 所以他們什麼 New Zealand 然後當然Canada 美國 然後各種我還看過 Croatia Sweden 然後現在我們阿根廷也進去了 就是全世界都會想要來這邊 所以很快的時間內 吸收了很多 全世界來的knowledge 就是instructor的knowledge 再加上很多玩park的 也跑到日本去 也跑去這邊訓練 那些的 它park的level也拉上來 所以 然後平花就不用說了 平花現在中國 有幾個已經可能真的不輸給日本的 日本最厲害的我覺得還是很厲害 還是更厲害 但是中國很多 就是很多 滑到一定水準的平花riders 對啊 我覺得這是一步一步的 柯華平花 平花完了以後 就是進park park以後 也會把general的整個level拉起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是對我來說我蠻期待 再怎麼樣我們也是講 還是能互相溝通的 大部分來講 看得懂這個文字 我覺得中國的整個滑雪的產業的發展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對台灣 I think 對香港來說也是一個 It's a positive 我覺得香港跟台灣 有一點就是 也比較像啦 雖然說市場可能大小有差別 就是說我覺得這幾年 這十年吧 十年八年 其實整體的滑雪的水平提升了很多 我們就先切開中國內地 因為太誇張了 但香港和台灣的話 就以前可能比較平民 這幾年其實提升了蠻多 但是有可能 對於一些 譬如說安全的意識 有好多人 我們聽過好多人說 我要去玩backcountry 所以知道backcountry是什麼嗎 當然不是說我懂 就是我知道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它的危險性 所以我不會隨便住下去 我要去off-piece 去什麼 然後去搞一個什麼樹林 進去 但是隨著水平的提升 但是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提升的話 可能就會多了一些意外 大家就是不想看見這什麼會發生 對 我覺得這幾年 因為我們都有聽到一些故事 sadly有一些story 然後真的是有人離開了 那我必須說 第一個是 就是 群人多了 失敗了 所以它一定會發生 必須得說 但是的確 當大家滑得越深的時候 你的awareness也要越深 我跟你一樣 其實你知道我現在 滑得比以前少backcountry 就是因為我的awareness 我的knowledge越來越好的時候 我發現 我如果沒有在一個optimal condition 或者是我在一個很 我知道認識的場地 我越來越不太敢進去backcountry 如果沒有完全跟著一個guide 那一樣 如果你真的想玩 拜託去找合格的guide 對 你可以 你不用擔心自己 你不用擔心自己 你有興趣 你有滑行的技術 可以嗎 找到誰知道 我覺得這個超重要 因為這幾年 真的聽到太多 不管台灣 香港 都有太多的意外發生 所以大家真的 你可能會覺得 你失敗了 然後你走三個小時回來 回來好像一個hero story 你不可以講 No 很多時候 你只是一步 一步 對 就像以前 我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帶著新手朋友 去餓死股 去什麼gate 但現在想我要真的開玩笑 可能 你能夠安全下來 解釋lucky 就是like keyword luck 然後有時候 聽到一些朋友說 誒 不怕啦 反正你滑到下面 就出來啦 帶著一些新手朋友 那個新手可能就是 剛剛會 turn 你去 off-piece 去外面 這個簡直就是 很不負責人的事情 但有可能 他是源於他不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 因為可能 大家懂得滑多一些了嘛 但是你對於這方面的這個 要提升 要不然的話 就是 soon or later 就怕有事情發生 嗯 It's true 所以強烈建議 對 尤其大家越來越慌 好 我覺得我們 就是今天 我覺得這樣聊下去 聊到隔天早上 對 今天呢 他們 今天是day two 所以代表他們已經 扎扎實實的上了兩天的 五個小時的課 今天是跳了五個小時的跳台 五個小時喔 所以說真的也大家也很累了 但最後走之前 我還是想要就是 特別的謝謝二位 就是來 然後這麼多年 我相信 你知道我們也都 Friends for so many years 相信我們一定會一直維持這樣子的 Friendship之外呢 我也更希望 就是之後 跟他們的 跟凱凱也還有更多的合作 對 其實我們也都有 都有一直有這樣 對 但我希望就是 像我們之前 GoRyuGo也好啊 還有這樣的活動啊 我們是不是能把更多的人 一起再帶回雪地上面 一起再好好的瘋狂的玩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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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 對 好像很多 今天 已經旁邊說 我們 我們 打招呼 超 我們 我们可以加入就是那个Pumlet 那或者是到你的店里面 你可以直接用广东话讲好不好 就对着 有点这样讲吧 就是说当时我做这个社团 其实我一直回想我做的目的其实就那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我希望推广这个滑雪运动 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开心 这个就是回到你的初衷 对就是开心 然后当这个也是当时为什么我跟开开 就是我一直希望 跟开开要有一些合作 然后也是也是支持他的品牌 从Day1一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开开在做这个TWSU的品牌 然后我就我心里想 我可能他也不知道 就是我心里想说疯了 我一定要帮他把这个品牌做好 因为是因为我一直本业就是做一些 就是产品的management product management 产品管理 所以我当时说我用我的一些经验 要帮CWSP肯定做好 但最后也没有怎么帮到 他的成功都是他自己的 就是就是有希望就是很开心就是看到 香港本土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地方 无论你是在世界哪个地方 如果你有一个local的社团 有community 多参加 支持你的local的community 如果你有local的一个店 local的品牌 支持他 如果你是香港 喜欢画写的人 支持香港本土的 无论是品牌 店 什么都好 教练等等 你可以支持他 谢谢 谢谢 好 那一个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都会问大家一个question 就是直接来问凯凯 就是what's next 现在你的下一个步骤 或TWSP的下一个步骤 what's next 我从来都没有想很远的 真的 做好目前的工作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没有想太多 最重要就是 开开心心的生活 开开心心滑雪 安全 滑雪是最重要的 我也希望大家是滑雪的时候 是开心 安全 然后让这个开心分享出去 就是这样 nice nice 但我知道what's next ok 我有看到那个 我有看到新的衣服的照片 超级好看 所以各位同学 敬请期待 我们TWSP的下个学期 可以在永久做下去 好不好 做十年的一个品牌 基本上 那就是 you stay you stay there 他说就是什么 三年是一个坎 五年是一个大官 十年就是 you're here to stay so congratulations 谢谢 谢谢你们今天来到 谢谢 好 各位同学 谢谢收看我们的华学伟侯兰 Snow先生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你还好吗 好